一场河 是 以前咱们看电视剧 那古代人一到哪个深山老林里头 随便整一个水跑子 两手一捧 全水叮咚 全水叮咚 全水叮咚响 哇 好清凉啊 那不是艺术闯作的需要吗 那不是 而且你知道那古代人 喝完山泉水 他闹不到肚子 他也不告你 再一个 他这古代人想喝自来水 他有吗 他不没有吗 大伙合计合计 可能从源头 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山泉水确实挺好 也没被污染 但是他这一路流过来 那可都是露天的环境啊 没准啥时候 就进去一波细菌 养生对话题 咱们几个月前最热的时候 我说过 大伙都记着 有人听说北京天坛 有一股路什么汉白玉的通道 就在那躺着 说对身体好 那家伙 三伏天热的 往往冒汗 都要晒冒油了 那也得去躺着去 反倒晒伤了身体 把身体整坏了 咱们总说呀 科学饮食 科学生活 养生也得是科学 可别听风就是雨的 大老远骑个电动车 接水一下 你再累个好歹的 那翻得上吗 是吧 这正是凌晨开车去排队 只为街桶山泉水 结果军落超齐倍 科学养生 得学会 嗯